县长黄建廷于2月26号上午在县府农业处长许瑞贵台东区渔会理事长柯秋成 及港区安检单位人员陪同下 视察富岗渔港228廉价输印状况及环境整理进度 那我们农业处的同仁利用廉价的前三天 进来做环境的大整理 大家看的这一片过去是堆满了渔民的破烂的渔網 各种各样的垃圾 那我们这次算是比较强力的来进行 光是三天清走了120吨的垃圾 等于把这个区块整个清出来 那我今天来特别来看一些我们尼泊特跟莫兰蒂之后爆灾害的复建工程 光在这里面包括那个东提三亿多也都核定了 马上也要开始施工了 那么这整个棚架啦这些的复建工程陆陆续续都展开了 那我们希望将来我们看到现在这个地方 我们把它整理起来当作 未来当作观光渔市来发展 因为其实这边已经有观光渔市的那个雏形 只是因为环境太糟糕 那所以真的是品质也不怎么好 我们觉得富岗这个港 未来我们应该把它朝更好的观光休闲这样的 然后美食这样的功能都可以落实在这个地方 黄县长楚表示 县府将与渔会加强沟通 共同维护港区环境外 也呼吁渔民与观光客发挥功德心 赢得舒适的作业及交通运输环境 刘热文黄青海采访圣影